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收看 GoMice每日财经快讯 今天是2月18号 星期四 我是Jacky 那么今天呢 截止到澳洲收盘时间 我们看到上涨幅度排行最靠前的呢 是TWE 也就是我们澳洲华人 比较熟悉的奔赴的母公司 那么他最近公布了财报 财报表现不是特别出色 不过为什么股价会上涨呢 这个原因呢 大家可以私下问一下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是问一下GoMice的同事 那么下跌幅度比较靠前的呢 就是有包括之前提到过的APS 在二十四号可能会出财报 大家目前对它的预期呢 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前天大幅上涨百分之十 那么这两天呢 下跌幅度超过了百分之二十 那么我个人呢 也是不幸啊 在最高点买入了 让大家开心一下 目前亏损比较严重 那么金融市场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一家公司的财报出来之后呢 并不一定 股价就会根据财报的表现 直接相关 那么可能财报不好 但是股价上涨 反之以然 那么CSL呢 也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啊 那么财报出来之后 股价也是出现了小幅的上涨 整体上澳洲的 在平均情况来看的话 股价根据公司的 基本面表现情况 基本上是相关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呢 是要大家啊 在公司 上市公司里面啊 投资股票的时候 要注意的两个点 那么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认为最关键的两点呢 能够帮助我们 伴随着公司一起中长期成长的 那么首先呢 第一点就是 市场啊 要足够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多次提到过呢 在澳洲做生意的成本啊 或者是风险 都要比在中国做生意要高得多 原因很简单 在中国我们失措成本很低啊 一千万的群体里面 可能有百分之十 或者是有百分之五啊 是我们的target client 潜在客户 那对于一家中小企业来讲 基本上就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是像在澳洲这样的情况啊 整个市场的人群 一共只有两千万 那我们的target client呢 可能就只有两百人 我们能够服务到呢 可能只有其中的二十人 相比于中国来讲 可能也只是一个 二线城市的费票 所以这样的区别呢 就代表了 企业如果是只专注于 在澳洲本土发展 那么它所带来的 未来增长空间 是非常狭隘的 那么结合过去半年 到一年的表现来看 不管是在香港 澳洲还是美国 包括中国大陆上市的公司呢 但凡能够走出国门 那么这些企业呢 在股价上表现都是不错的 包括像Seq 澳洲本土的 因为它在中国能够收购 类似于像 51job这类的中国网站 那么拓展海外的企业 包括此前 我们提到的 A2 Afterpay 这些公司呢 都是在海外 有快速的扩张 那么 以上的这些公司 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就是它一定要有 两个增量 第一个增量呢 是现有客户的 存量市场 能够不停的增大 第二个呢 就是新增市场 它的份额呢 是在不断的扩张 那么存量市场 怎么增加呢 就像以前 我们的消费力 不够的时候 大家买口红 送女朋友口红 像那天刚过完情人节 那你可能会送一根 或者是两只三只口红 那么现在呢 可以按照一箱一箱来送 甚至送几箱 非常霸气 就是说存量的客户呢 目前的消费力呢 是在增加的 随着通过膨胀的加剧 以及市场上 政府央行放水的速度 越来越快 目前还不会停止 那么再往后推的话 就是原来可能 你觉得不错 用这个产品不错 那么可能会推荐给朋友 可能会推荐给朋友的朋友 那么拼多多 就是这样的案例 所以说 参与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证明 它的潜在的消费力 和消费群体数量 也会越来越多 进而支持股价的上涨 所以呢 今天这两点 结合起来呢 给大家就是 还是分享一下 我比较看好的一个中概股 叫做拼多多 过去呢 就比较看好 现在依然看好 未来呢 我认为是能够到 300块钱美金的股价 为什么这么坚定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点就是 拼多多是完全符合 刚刚我所提到的两点 既有存量市场 并且存量市场非常稳定 那么增量市场也非常快 在中国内部的市场 目前从三年前 三亿人都在用的拼多多 这句广告语 到目前短短三年时间 已经是翻倍了 现在有7亿人 在用拼多多 那么阿里同样的增长速度的下 在三四年前 就已经基本上是放缓了 所以每年阿里目前的增速 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几 不到20 但拼多多的增速 是每个月 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因此在数据上来看的话 拼多多的数据率 是比财报上 要比阿里要好看很多 那么前例上来讲的话 拼多多更是远超阿里巴巴 或者是远超淘宝旗下的 而拼多多背后的股东 也非常有意思 像顺丰 像腾讯 那么这些主流的 跟电商有关的公司 或者跟流量有关的 这些互联网巨头 都是他背后的股东 包括段永平 也是资本界的大佬 段永平本人也非常厉害 他的故事 我们之后会展开讲 选择一期话题 那么这些大佬 支持了拼多多之后 保证了他在公民链上 在物流上 在互联网的流量端上 端口都能够享受到最低的成本 以及最快捷 这样的服务和优惠 所以说支持了黄征 在拼多多领域的扩展 那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我认为呢 就是拼多多的管理团队和设计团队 它的理念是基于游戏开发 而不是基于传统的电商平台 传统电商平台是什么概念呢 是把线下的东西搬到线上 仅此而已 如果图片的处理的好看一些 就像迈尔和David Jones 把东西搬到线上 那么就可以在澳洲 叫做是线上平台了 像Kogan对吧 它其实就是一个网站 门户网站 只过是上面放了一些 标价的商品 大家可以点击放在购物车 然后下单购买 简单简便而已 就仅此而已 但拼多多是不一样的 最近有个电视剧非常火 叫做《坠序》 里面第一集开头呢 就是讲了这位坠序呢 帮他的这个夫人 在打理布场 或者是布店的时候呢 搞了一个活动 叫拼刀刀活动 就是亲朋好友都拉过来 然后三人砍一刀 五人砍一刀 就是人越多越便宜 这样的一些游戏参与进来 就导致了传播速度非常快 传播成本非常低 我们知道互联网 我们抢的就是流量 抢的是用户时间 流量和用户的时间两点 直接固成了互联网的 互乘盒也就是壁垒 它跟其他的行业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投资互联网 线上电商这类企业来讲的话 我们考核就是两点 你这家电商 占用了客户多长时间 它有多少的注意力 是放在你这上面 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传播速度 那么如果是免费的传播速度 像亲朋好友之间 口口相传 这是最浅的 也是最快捷的 也是成本最低的传播 比公司自己拿钱 比方说像我们 如果大家介绍一个朋友 来购买只开步 做交易 那么就可以获得150块钱 这一类传播呢 就属于口口相传 如果是我们有一万客户 每个人都介绍一个 那就变成两万客户 两万客户变成四万客户 所以指数的增长呢 就是黄征最擅长用的 另外呢 它的团队 是因为是大分出身于 游戏开发类的 我们知道腾讯游戏开发 导致了大量的青少年 沉迷于网游 沉迷于 我们说的和平精英 或者是 露啊露这种游戏 那么这些游戏设计师 跳到拼多多之后呢 他们所设计的产品 就导致了这些 基本的消费者群体呢 也是有了 沉迷式的消费体验 你在拼多多上买了 东西会分享 分享还能返钱 然后会拉朋友来返钱 会拉朋友来消费 以及会有很多互动的 一些小游戏的技巧 那么这些就保持了 拼多多在电商里面 开输出来一条先河 这个先河呢 会直接给它的估值 或者给它的增长预期 对资本人的 一个增长预期 会Double或者是Trible 不同于其他的传统电商 在未来呢 我相信呢 互联网时代呢 叠加速度会更快 就是淘汰速度也会更快 而拼多多一直都在布局线下的 移动短口和手机短的 这个软件 APP 那么它线上的是 没有办法使用的 所以说跟淘宝不一样 跟阿里巴巴 或者是Ebay 亚马逊都不一样一点 就在这里 它只做手机短和移动短 所以说呢 它的成本也是可控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拼多多迎来了 首个盈利的季度 那么在本季度 它盈利的金额呢 是超过了6亿人民币 所以盈利能力非常强 我相信呢 未来它的股价 占到300块钱以上 也就是时间问题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那么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呢 欢迎和我们屏幕下方 小助手 微信号 取得联系 再次感谢大家